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我们昨天说到毛泽东连猪炮地搏弃蔷介石 搏弃蔷介石头奪奪身追财了整额汗 他望望毛泽东又望望自己手下 而得有人出来救家 张群见到蒋介石这样的情形 自己这边很失威 他立刻对起笑容 竟然不顾铁一样的事实 他说 毛先生大概是误会我们委员长 我们都没有听说过 什么手策不手策的东西 我想大概是白崇熙个人懵懂的 再说毛先生提出的那些事 都是陈年旧事 我认为现在抗战都胜利 大家欢欢喜喜坐在一起 我们谈谈民主建国的问题 这次是委员长请书委来重庆的本意 所以为了表示双方的诚意 于前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蒋介石立刻咬入口 说得对 我今次是十分认真 我看双方其实都未准备好 不如暂时休会 大家回去认真准备一下 看几时准备好了 几时再谈 蒋介石觉得张群这个提议很合适 于是他都未等中共代表开口 一仰手宣布散会 然后也不顾自己委员长的风度 连招呼都没打 走到自己的办公室 接着就大声叫人去找吴顶昌来见他 看这样的情形吴顶昌真的有难 半个钟后吴顶昌不知什么事 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 还未来得到向蒋介石请安 就被蒋介石噴到一面皮 吓到他倒吞几步 蒋介石就想你这样一拍张架 站起身问说 吴顶昌 你真大胆 你跟我老实交代 你是几时加入共党的 坏坏 吴顶昌被他问到猛了 好不明白地望着蒋介石 蒋介石见到他这样 以为他在那里扮猛 那火还更大一点 他说 哼 你还扮猛 快点交代 如果不是 我就 吴顶昌 只知明白蒋介石就怀疑自己了 他怕跳入黄河都洗不清了 立刻苦口苦面地说 委员长 冤枉 冤枉啊 你还不知道我底势吗 我1926年在天津做大公报社长 1932年在南京做交通银行行长 扛选初期在贵州省做省主席 前年才到重庆来做文官长 期间 除了去过日本访问一次 什么地方都没去过 延安那些山卡拉请我也不会去 莫说我没有参加共产党 连我的九族里头 没有一个跟共产党有瓜葛 委员长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蒋介石当然知道他的底势 不过因为刚才被毛泽东一帮博弃 觉得是上了吴顶昌的当 真正是做了一次陆云庭看相 好 搞不搞你搞什么国共和谈 各位我前面说过了 最早提出和谈的就是吴顶昌 所以现在他就把道气发在他那里 他说 一天都是你叫我搞什么鬼回谈 回谈的屁 不衰我来衰 吴顶昌 就知明白了 原来是回谈那里出了问题 于是他一里认死认死地说 委员长 那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提出什么回谈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跟你乱出主意了 不过 我都是提提建议的 供委员长参考而已 最后拍板的还是你委员长嘛 再说 那天我提出的时候 美国人都十分赞同 你都很高兴地接受的 委员长 我都六十几岁了 不耐客的 也担当不理参加共产党这个罪名 委员长 你如果还乱念我一天忠心 那就让我解脚归前算了 官场上的饭我真的实验了 吴顶昌出之感受到千古流传的那句 伴君如伴虎 真是天真万国的真理 之前他一直受老长的宠爱 当然不会觉得是这样 那蔣介石呢 这阵时定型的 看着面前这个 胡桑都白白满面皱纹的老人 整个好像受审的款 真是很可怜 又想起下一步 不知道怎样对付毛orc东 他们就很不耐烦地仰仰仰仰说 算了算了 你先走 吴顶昌走了之后 蒋介石立刻用电话 叫掉张群张志宗涉子王世杰来 四个人奉命赶到蒋介石的文件中 看到蒋介石嘴 ف kite 于此,一个一个头哒哒,心惊惊,想戒石无可奈何地叹一口气,他说,唉,坐下,大家说一说,今天谈判有什么感受,将至终埋怨话,唉,记得,我奉命去延安前, 委员长召集我们四个人开会,我负责和克以利去延安续任,你们三个准备谈判方案,分工是好地地的,但是今天一坐在谈判桌上,又怎么拿不出谈判方案的呢,如果来不及准备的,可以说提出延期的嘛,现在搞得这么尴尬,好没面子的, 主动提出谈判的是我们,但是又连谈判的方案都拿不出,那算是怎样,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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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哇,听到我乌鹰飞过都听得到,主动张志忠这样说是有道理的, 见到大家只是看着蒋介石不出声,张志忠又是叹了一口气,他说, 唉,是这样拖下去,都不是办法,拖到几时呢, 谁,怎知那个整面乌云的蒋介石,突然,他摸着嘴上笑一笑, 跟着就很兴奋地说, 大家不要这样认为,我觉得今天谈得很好, 很极难,今后就是这样谈下去,就是这样拖下去, 我就是喜欢没有结果的回谈, 那共谈判本来就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我的结果就是要在谈判车上面吃掉共产党, 在谈判车上面吃不到,就是在尖枪上面吃掉它。 黄世杰好像突然间被他点醒了, 但是很快就猛点头说, 我理解委员长的意思, 不过, 不过, 上谈判车上面, 没理由说不说话, 下次我们面对面的时候, 谈什么呢? 没理由经常被共产党毛泽东在谈判车上面, 猛咯数我们不对的, 当然, 上到谈判车, 我们要有一个原则, 我现在定三条原则, 第一, 不可以在现在政府法统之外, 来谈改组政府问题, 第二, 不可以分歧或者局部解决, 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 第三, 为业于政令军令的统一, 一切问题, 必须以此为中心, 笑历子听了之后, 他就说, 嗯, 这三条原则, 太过抽象了, 我们实际操作起来, 没办法掌握的, 请委员长再指点迷津, 讲得具体先, 哼, 我样样时都讲得这么具体, 还要你们干什么呀, 难道要我画公仔画出场吗, 想累死我呀, 逼死我呀, 好了, 你们夹出去, 我要炒一炒, 好了各位, 我们话分两头, 讲回毛泽东这边, 跟蒋介石不欢而散之后, 就没有再住在林苑二号楼, 从工作和住宿方面, 还来搬回去红岩的八路军展示处, 虽然他们明知蒋介石对谈判毫无诚意, 但是毛泽东他们对谈判还是很热心, 日以继夜感不断整理材料研究方案, 之后跟蒋介石又进行了几次谈判和交锋, 争取的焦点主要是军队, 中共的代表提出, 解放区延有的120万军队, 在大量财减之后, 至少都应该留下16个军, 48个师, 但是蒋介石坚持不超过12个师, 如果允许中共参加政府, 蒋介石内定共产党员在政府中的比例真的很少, 只是在中央各院增赐一名副院长省主席, 只是安排毛泽东担任新疆省主席, 那他打字调解旗号的黑义利, 三观五次地找毛泽东的谈话, 要求中国共产党交出解放区, 不应兴就破裂, 那面对掌美联合上演的商榜戏, 中共当然有自己的原则, 毛泽东的企劳硬, 解放区一草一木都不交, 军队一丁一准都不交, 不应兴也不破裂, 于是国共谈判跟着就陷入一场无优子的扯皮当中, 蒋介石本来就没有和谈的愿望, 扯皮就和你扯过, 他无所谓的, 日于发挥他军事上的优势, 在谈判桌上给毛泽东的私家压力, 因此, 这次谈判, 但是各地还不停地在那里打罪, 9月4日, 他密令山西军阀岩石山, 向中共占领的山西东南地区进攻, 盐石山接受命令之后, 派第十九军军长史达波, 带四个支以及一个挺进中队, 在日军第十四独立女掩护底下, 从林粉浮山、 汽城等等地方, 向上党地区的大举进攻, 上党是指山西东南部, 以上治为中心的地区, 包括长子、团楼、湖关、长治、 鹿城、湘湾等, 古事叫做上党军, 在政治和军事上面, 都很有战略地位的, 盐军和日军在联合进攻当中, 用尽一切残暴的手段, 在长子城那里用到毒气, 那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军区部队不得已, 就撕出长子、团楼、湖关、长治等等成根, 跟着, 他们又从八路军手上, 抢狗了, 早就解放了的路城, 商湾两座城, 进气老狱军区司令员刘百成, 政治委员邓小平, 在延安参加七大的时候, 曾经到机场那里, 观众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 当时毛泽东, 压着刘百成, 邓小平的手说, 我去重庆谈判, 是这谈判, 撤露蒋介石, 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 我在重庆, 谈得好不好, 关键在你们前线指挥员, 那些仗打得好不好, 打得好, 才可以争取和平, 让人民口吐道气, 各位, 刘百成解放之后, 成为元帅大家都知道, 那为什么邓小平就没有平倒呢, 是这样的, 五五年平静的十大元帅的时候, 本来邓小平是有份的, 只不过, 他跟周恩来、 刘少奇一样, 自己不要, 那为什么不要呢, 当时平静的时候, 基本上是合理, 和令大家满意的, 但是人非姓言, 在功名当前的时候, 难免就有人会不满意, 在这样的情形下, 本来大家一次就评定, 毛泽东是大元帅, 毛泽东是首先自己不同意, 用他自己的说话说, 就叫做, 你叫我穿大元帅制服, 多不舒服啊, 接着他又提出了, 做地方政府工作的, 即是不是在军队工作的, 就不要平均均为好了, 于是, 旧恩来、 刘少奇、 邓小平、 本来名单上面有的, 都推迟了, 好了, 我们又言归正传, 讲回刘伯定他们, 乞大一完了, 他们两个就马不停蹄, 极奔泰衡山赤岸村军区司令部论, 一达入门监医, 就接到中央军委的电令, 集中泰衡泰岳军区主力, 首先要消灭盐石山, 进入长治地区的部队, 收服上党地区, 消灭心腹之患, 刘伯定和邓小平两个商量的决定, 立刻召开独占会议, 研究部署作战方案, 在会上, 听到参谋长李达, 关于上党敌情报告之后, 刘伯定的审治作势, 对泰岳军区司令陈庚, 汽南军区司令陈在道, 泰衡军区司令陈石联莫命令, 从严石山的部队来看, 他的主力在长治, 外围只有69师一个团, 同68师一个营, 其余都是习牌军, 现在在赶收工事, 我和邓正伟的意见, 决定采取围城打援战船, 敌人可能不够援, 死守一点, 妄同消灭我们的有伤力量, 如果是这样的, 我们就来个逐个值, 邓小平就接着说, 饭要一口一口紧吃, 仗要一个个这么打, 先打弱兵, 后打还兵, 最后集中兵力, 决取上党, 你们三层是今次行动的主力, 今次是一场政治仗, 因为毛主席正在重庆,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 我们只有狠狠地打击上党的敌人, 蔣介石在谈判桌上才会老实一点, 所以说, 今场仗是对毛主席的最好支持, 今次是一场大兵团的作战, 要打赢这一仗, 首先必须要做到, 另行禁止, 要有整体观念, 他不允许徐心所欲, 如果打不好, 我要清查责任, 严厉处罚, 决不留情, 邓小平最后的几句说话, 字字句句都落地有声, 三位姓陈的司令员, 都感觉到每一个字的分量, 和自己肩头上的重担有多重, 但各位, 陈庚解放之后, 就评为大长, 而陈栽道和陈赤联, 就是上将来的, 跟着刘白平就很严肃地下达作战命令, 下达完之后他说, 今次任务的重要性, 邓正伟已经说得十分明确, 希望大家认真地研究具体战术措施, 打赢这一场, 三位姓陈的司令, 都满围信心地回去部队, 立刻带领各部向上党地区的进发, 哇, 即时, 几条通向上党的大路陈土飞扬, 部队一日以继续地向上党那边靠近, 风铃道茅津道的河面, 哇, 数以千计的船, 满载着一批批的战士, 和战斗器材, 在逐浪滔天的黄河水面来来往往, 那刘白平, 邓小平呢, 带着指挥部的人员, 就沿着太行山下面青江河行, 他们从青江河谷, 爬到东阳关, 一道步地攀登, 脚趾就跟上了上党高原了, 两个人从山上面望下去, 长治城哇, 又如沧海一叔, 故灵灵地隐藏在太行山, 太岳山的中间, 刘白平呢, 指指长治城很幽默地说, 哈哈哈哈, 我们立刻就要开始击鼓全花游戏了, 我们要击长治的鼓, 引起周围的敌人出来, 然后, 一个个这样, 吃了它, 邓小平, 好像好滋味一样, 咀嚼一口烟, 然后说, 哈哈, 太形象了, 正你这样形容, 我好像已经听到鼓声一样, 在鼓声当中, 闫石山, 蔣介石的心都滴到上喉咙丁, 等他们想尝尝打内战的滋味才行, 9月9号晚上8点多钟, 刘白平在电台旁边就调兵遣仗, 11点, 那里大军全部都为了, 10号凌晨2点正, 天空的凡声点点, 大地一片极正, 陈锡远就不时禁个怀标出来看, 见了答正两点, 他立刻对通讯园发布命令, 开始攻击,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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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园打了三粒信号弹上天空, 迷惑在全流城下的太行中队指定员, 立刻好像下山晚虎一样, 直播上档城, 通讯园打的爆炸声, 震天动静的喊杀声的武器人, 12号就攻占了团楼, 全村守城的敌人, 13号晚, 陈庚指挥太行中队攻占了长子, 16号晚, 陈再道指挥企南中队攻上了路城, 到19号, 长治外围所有据点全部被占领, 史泽波在长治由于精工资料, 慢禁发电波的高急, 各位, 究竟蒋介石有没有派兵来救他呢? 想知道的, 明天同样时间打开你的收音机呢?